我给你这么做吧 这书房最苦的就是夏天了 这个热呀 热得我脑袋都大了 那这个题目还非你开不可了 什么题啊 为政之道再得人 为政之道再得人 这可太简单了 这就说干什么事都得有人帮啊 没人怎么成啊 所以啊 这做任何事情 那都要先广交天下能人 是不是啊 人说一个好汉三个邦 这也不用说 甭管是哪朝哪代 凡是得了事的 不都是一大堆人凑起来得的事 单靠一个人 那都是胡扯啊 言辞彼俗 但是道理还是对的 怎么样 天师傅 我这题开子 不像有些人那么假吗假式 真够实在 老四 我说的就是你 怎么着 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三 我是哈哈中色 轮不到我说 是啊 老四 老四 你说的对着呢 我告诉你 老四 你那套不行了 要不然怎么你坐到后边去了 而我还坐在这儿呢 哼 好了 哥伯阿哥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去歇息吧 咱走吧 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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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彪子什么出身 怎么打人打得这么厉害呀 从前京城交把势里数得着的人 打从他进了宫 就更不得了了 老七 老七 我求你件事 您说 三彪子这通打我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老朱 这三彪子打别人也就算了 可您是阿哥们的师父 就是因为我是阿哥们的师父 你才不能去圣章 为什么 因为四阿哥 我不能让四阿哥知道这些事 他要是知道了 准把他给害你了 可是 可是 我怕三彪子他没完呢 怎么着 他还天天来打我呀 难道这牺牲所里除了他 都是带宰的牲口 我 也热死了 咱们走 四哥 咱们走走 四哥 咱们走走 我不去了 你慢点啊 老四 走 回室 老四 你赶紧的 跑一趟到牺牲所去 到牺牲所干什么 我让他们给我灌了两罐血肠 待会儿回府 给我带我去 是 是 爷 热死了 洗珠子 赶紧哪 三阿哥热了 这 老四 老四 你歇会儿吧 后边没什么事了 就是三阿哥让给灌两罐血肠 什么时候吩咐的 朱师傅 老七阳 赶快把四阿哥带走 赶紧的 四阿哥 你赶紧再来吧 朱师傅 您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真的没事 四阿哥 老朱说没事 那是胡说 怎么能没事呢 您瞧瞧这打打 右边的脸都肿了 没事没事 我说没事就是没事 还没瞧左边呢 四阿哥 左边的脸肿得更厉害 我说老七爷你 朱师傅 咱惹不起三彪子 背后说说的还不成 老七 谁是三彪子 三彪子是谁 我不是他亲爹 我不好编排他 可是 这三彪子在牺牲所这一片 那是没人敢惹他 四阿哥 你不能去 四阿哥 四阿哥 你伤还没好呢 你不能去 我老七爷 你真帮倒忙 哎呀 伤口还没好呢 好 你就是三彪子 你跟朱师傅有什么仇 你跟朱师傅有什么仇 四阿哥 我还叫你生四阿哥 我是杀猪的 多好的肉 对我来说都不精贵 这海棠就不一样了 这可是好海棠啊 我教里藏的 这就数这个最好了 您高台贵族吧 三彪子 你说朱师傅和你有什么仇 谁呀 四阿哥 你听我说啊 你跟我回去 四阿哥 我三彪子在宫里屹立不倒 是靠我一刀下去 身口血放得干干净净 味道好 换了别人 他没这本事 我三彪子 不是靠奉承谁吃饭的 是是是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跟朱师傅过不去 这 这 甭管怎么着 这姓朱的在牺牲所不好好干活 我就对他不客气 你想朱师傅道歉 道歉 道歉 四阿哥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我说你给我来这个 四阿哥 饭不吵 我告你 你给我来这个 我跟你不客气了 你自己就有麻烦了 四阿哥 老朱 四阿哥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四阿哥 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四阿哥 老朱 老朱 慢点 四阿哥 三彪子 你今后再敢对朱师傅怎么样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懂了吗 四阿哥 别惹事了 快走快走快走 四阿哥 朱师傅 这三彪子为什么对您这样 他就这么个混蛋 你能说出什么道理来呀 天下的混蛋 你跟着他问 为什么你这么混蛋 你说他能怎么说 四阿哥 这回你的麻烦可大了 我知道 你懂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朱师傅 您是因为我才被三彪子打的 你这么想的 其实您心里也明白 所以您才不让我看见您那样 是不是 不是 既然不是 那干嘛 您一直在我身后边叫着 别惹麻烦呢 这个 是这样啊 你打了这一架 就离尚书房更远了 您不在尚书房 我回不回尚书房又有什么意思呢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四阿哥 我求您件事情 您说 咱们也做一回小人 就说三彪子 就说三彪子主动找你的麻烦 也是他先动的手 就是上边查下来 我们和你说的也一样 就说三彪子看你是 哈哈出色了 诚心地欺负你 我不怕 你要是不这么说呀 就把我和老齐害惨了 听我的 好 老四 你这什么意思 老四 你等一下 你干嘛 你为什么把肠子放我手上 三哥你别吵了 老四你听着 今天是你先招我的 你打 四哥你别打了 三阿哥 这是书房 请您回坐回去 船杆子 船杆子 这个忒不像话了 四哥 甭拦着我 反了你啊 船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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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杆子打谁呀 这该谁倒霉了 甭办那么多了 船杆子赶紧的 自打朱师傅进了上书房 好长时间没用了 不见了呀 这 这 三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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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杆子呢 没了 大朱师傅进了上书房 就没再找我杆子 赶紧到别墅给我找去 行了 都别再闹了 三阿哥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三哥 他 快回去 这书房简直没法开下去 喜朱子 你去跟皇上禀报一声 书房停了 好 书房停了 三阿哥 还不赶紧去 这 三阿哥 您消消火 老五你说说 这算怎么回事啊 你跟我说要吃血肠 我吩咐了红柱子班 你又跟我说让老四去拿 拿个血肠 回来闹成这样子 这是跟谁呀这是 三哥 好 甭跟我说 待会儿跟皇阿玛说去 皇阿玛能来吗 放心 准来 皇上驾到 五皇阿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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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儿子叩见房啊 老四 书房为什么停了 因为我 那你又为什么把上书房给搅得停了 儿子没有把上书房给搅停了 你还到牺牲所 把一个叫什么彪子的人给打了 儿子没打的 是他打儿子的 你也这么说 话吗 这里外都是我的错 您别问了 问与不问 那是朕自己的事 朕要问你 你只有回答 你为什么从牺牲所回来 就故意地跟三阿哥捣乱 难道朕师傅在牺牲所和三彪子的事 是由三阿哥起的 你说呀 朕问你 你就要说 儿子不敢说其有 因为儿子为亲耳听见 亲眼看见 可是儿子以礼推之 是 以礼推之 以礼推之 那你再往下推呀 儿子不能推了 为什么 为亲眼所见之事 如果当成事实说出来 那就是诬告 皇阿玛如果真想查出事实来 问三彪子就可以了 老四你也推狂了吧 用得着你来告诉你的皇阿玛 那怎么做事吗 儿子不敢 可是儿子以为 皇阿玛问的 并不是儿子应该说的 所以儿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回答 好了 朕先不管这些 老四 你想回尚书房吗 想 那你就回来吧 是 可是 儿子想让朱师傅先回尚书房 那 如果朱师傅不回尚书房呢 那这个书房儿子回不回都两可 好 好 朕今天是全懂了 朱信仁这个老匹夫 在你心目中 比朕还重要 你宁可得罪朕 也不肯得罪他 你宁可顾全他的面子 也不愿意顾全朕的面子 皇阿玛 儿子 并没有这个意思 你口口声声说没有 老四 朕告诉你 天下的皇帝 不是天生的永远正确 永远不能错 可是你也要知道 天下人都盯着朕看着呢 朕认了一个错 那朕以后的旨意 尚誉 还有任何威信吗 可是皇阿玛 你不必说了 你还是当你的哈哈猪色 朱信仁 就继续在牺牲所洗牲口吧 老三老五 老四是派到尚书房当差 可是他和其他的奴才并不一样 他和你们是兄弟 这总明白吧 是 是 天体刚啊 你这个书房的师父 以后又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就把书房停了 不还没出人命吗 是 臣知道了 这招居然没把他陷进去 他可真命大 什么 这招 原来你们早就捏好了 什么打老猪 什么拿血肠 都是早安排好了的 是 是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 什么 你 老五 你这算什么 你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把我当成扎人的蜡杆子了 三哥 我要先说了 你还能演得那么真吗 老五 你不是东西 你害我 你害我 是啊 四阿哥 您是从来都看不上我 天师父 佛家说众生平等 分别心乃是一切齐见之根本 又是诸心人那一套 我不管是哪个师父说的 我只认道理 四阿哥讲得好 不过我也跟四阿哥讲一个道理 这天下无论什么人 只认得道理 不认得办法的 必定走不出那个道理来 天师父 我想求您一件事 四阿哥吩咐 我无有不从的 您别再折腾朱师父了 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啊 四阿哥 您这话简单一句 就能让我粉身碎骨啊 天师父 您说的这句话 我记住了 天师父 嗯 嗯 一场风雷动 雨过地皮心 天师父 我们算是白折腾了 我阿哥何必这么想呢 皇上是心软 可是反过来也说明了 四阿哥 还且回不了尚书房呢 那您说该怎么办 没什么怎么办呢 咱们弄不动他 好歹让他慢慢的 离咱们远点 这总是办法吧 这得靠三哥了 嗯 什么事 这回得先告诉我啊 别让我又犯糊涂 我说三阿哥 您这瞌睡虫又来访了 我可告诉你 四阿哥是暂时离开书房了 可是咱们这功课 打明儿起可叫加量了 啊 你你说什么 我现在回去 叫给你们预备书单子去 娘 您还没睡啊 慧如啊 你爹不在 我这心里闹得慌 你说说 这牺牲所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难道是大牢吗 怎么连箭都不让箭呢 娘 牺牲所啊 就是牺牲所 牺牲所 是在深刻的地方 你爹哪会干那个呀 娘 您不用担心 我爹您还不知道 从小就猪官一个 您不是跟我说过 他小的时候放猪 让猪吃草 他读书 结果猪都丢了 他还挨了爷爷一通纵呢 说得是啊 当初我和你爹好的时候 差点把命都给搭上 娘 有这种事 那您好好跟我说说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过这段呢 好吧 你老爷家是当地的乡绅 他哪能同意我和你爹呀 他知道我和你爹好了以后啊 他死活都不答应 那你们怎么了 私奔了 跑了 我老爷追你们了吗 闺女啊 我看你是疏毒多了吧 哪有那种事啊 借给你娘一百个胆 再借给你爹一百个胆 我俩全家在一块也不敢呢 甭说别的 就是那兔抹星子 也能把人给淹死 那你们是 你爹他争气啊 一甲第九名 你老爷呀 恨不能一路作医 请他当女婿呢 原来是这回事啊 你好像不爱听最后这一段了 我是觉得这一段最美了 你老爷他呀 大夫您来了 快里边去啊 娘 敦儿来了 敦儿 敦儿 你可真是月亮里的嫦娥姐姐 不到十五不露面啊 怎么 今天想起到这儿来了 是来接迎春的吧 是不是 怕你家丫头在我家受委屈啊 你这张利嘴呀 我拼死拼活的在这儿干活 也换不来你一生好 大姑 好了 看我去看我吧 何必晚上来呢 娘 嗯 那我跟敦儿进屋说话去了 去吧 去吧 出什么事了 你难道能看穿人的五脏六腑 我刚来你就知道我带来的消息不大好 你的性子我还不知道 又是好消息 还不等到明天来慢慢地说 还好你拉我进屋来 要不然 我还真在伯母面前就全说出来了 怎么了 朱伯伯在牺牲所被人欺负了 啊 那他现在怎么样 没多大事了 萨哥替他报了仇了 那个叫什么三彪子的也给关起来了 我就知道四阿哥会照顾我爹的 照顾是照顾 可四阿哥这回麻烦了 他又怎么了 一个阿哥和一个奴赛打架 你想想 我是没法子说了 那又怎么样 你想想四阿哥的为人 能把他背的动起手来的 那你把他背成什么样子啊 对儿 我有件事情想求你 可是老爷说不出口来 让我娘见见我爹 你有法子吗 慧如 你要说别的事 你就是把我家房子卖掉一半 为了你这个朋友 我也豁得出去 可我老嫂就跟你说过 这宫里的事 甭说是咱们了 就是亲贵们也不敢露半个脑袋的 你就是不乐意 我不是不乐意 慧如 我做事情担得挤得我做 担不挤得 就算别人骂我我也不干 我哪敢骂你啊 你是贵人 信心哪天我落魄了 还得到你府上求你逃过饭吃呢 慧如 你这么说就是恨我了 慧如 好了 我也是说笑 不过我爹的事情 你放在心上就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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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怎么了 就用这个法子了 嗯 回事 老四呢 老四在哪啊 外面喊了回事了 赶紧让他进来 进来 来了 给三二哥请安 免了 老四啊 你瞧瞧我 你说说 你要是不惹事 你好好读书 我至于这样吗 三二哥说的什么我不懂 你不懂 你不是天天在书房混吗 你怎么会不懂 从前你在书房的时候 什么开提啊 查经啊 我是得混一会儿 且混一会儿 可是你看现在 这都什么事啊 老田 这老田不是东西 比老朱还有盐呢 哎呀 你说说累不累啊 萨克 您有话直接吩咐 我吩咐个屁呀 老四啊 我是求你 最近我连家都不回了 就为了赶功课 光动脑子 我不加料不成啊 哎呀 宫里那点东西啊 我吃的不是味儿 我在家里啊 只要胃口不开 我就拿月如斋的酱肉打发饭 嘿 从今儿起啊 你就替我跑这事吧 我跑 老四啊 全当帮我的忙 帮我的忙好吗 啊 够奴才 你听不懂人话呀 赶紧的 拿银子呀 哎 奴才拿奴才立刻就拿 来 阿玛 我知道您为难 可您就是再为难 您有慧如他们娘俩难受吗 他们一个是见不着爹 一个是担心丈夫 你想想啊 朱师傅就是有天大的错 也不能不让人家见面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闺女 她要是进了刑部大佬啊 我不但能让他们见着 我还能干脆让他们天天见 可是 牺牲所 那可是公里的地方啊 这个 我万万不能 我不管 她是我的朋友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答应她了 没准的事 我哪能答应她呢 我得有准了才能告诉她呀 老爷 门上有课 谁呀 说是四阿哥 确实长得也像 可是 怎么穿了身 哈哈住色的衣服 这会不会是 那就是四阿哥了 赶紧的请到大叔房来吧 对了 快请快请 是 闺女 你是女倦 你得回避 你让我瞧一眼 这四阿哥 穿上哈哈朱色的衣服 什么样子吧 这不方便吧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您就快请人家进来吧 参见四阿哥 四阿哥 您别怪奴才 奴才见您也见了多少回了 您这回来实在是打扮得蹊跷 好 没事 我可以进去吧 您请 您请 四阿哥 请 方爷 您请 您请 四阿哥 请请请 请坐 请 四阿哥 您这是怎么了 吃了苦了 倒也没什么 我 您到我这来是有什么事吧 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您瞧 我是不会说话的笨劲 不是别的 我的意思是说呀 四阿哥 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 效劳就不必说了 我 有事 想求大姑 求大姑 大姑她 四阿哥 奴婢给您请安了 不必 请坐 四阿哥 有什么事 大姑能帮忙的吗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 我现在当哈哈猪色 心领的差事 就是到月如斋去买酱肉 可是 可是 我 每天这个时候去 得有一阵子才能回宫里 那 让大姑替您去买 不是 您不认识到 我家里的下人认得 让他们带您去 也不是 这 我是越听越糊涂了 四阿哥 您别客气 有什么事 您尽管说呀 我又想了想 也不必大姑帮忙了 我走了 我直接去玉如斋不就行了吗 既然来了 我让他们烧俩菜 我身上还有差事 我先走了 您这没头没脑的 您打雅弥可让我着急了 有什么事您说呀 不必说了 我走了 去玉如斋 有什么事您说 富二爷 您千万别送 敦二 你干嘛去 你听明白了吗 您都没懂 我哪懂 我回房去了 大姑 车准备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老爷问起来 你就说我不舒服 到处走走 你在我房门口等着我 是 还不快走 是 下 快点 快点 下 快点 快点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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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下 下 下 这里 是 大小姐 大小姐 好了 别叫她了 屋里读书呢 大小姐 大小姐 宁春 说了别叫她了 老娘 我跟您这么说吧 我可不是拉她干活 我是怕她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 这么热的天 不出来一个人在屋里 不是心里憋闷还能有什么 宁春啊 我说你和你家大姑 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呢 大小姐 大小姐 洗个衣服叫我十来回 明天挑个防网 得叫我多少回啊 大小姐 你看谁来了 这大白天的 也能看见月亮 好了 我可不是来听你讽刺我的 我今天要逛街 你陪我去吧 逛街有什么好逛的 暴徒阳沉的 我不去 慧如 慧如 你快开门啊 开门啊 我懒得开啊 你现在外面跟迎春和我娘聊会儿天吧 等我心情好了 再出去找你 来不及了 你快开门吧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你就走吧 反正你一大家的人都离不开你 那个人他找你 慧如 人家来看你 你干嘛老冷着个脸呢 你又不肯帮忙见我爹 你说你还算什么朋友啊 萨阿哥出来了 想见你 赶紧的跟我走吧 快走 慧如啊 刚才叫你你不出来 这回又急急火火往哪儿去啊 我们两个逛明会去啊 今天什么日子 哪有庙会啊 娘 你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走了 你们去哪儿我也去 明春啊 跟我洗菜去 走 快 来 那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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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哥 你来了 是啊 我一听到你出来了 就赶紧来了 我出来 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你 四大哥 你受苦了 我还听说你帮我爹出了气 我爹他没事吧 你还好吧 你穿哈哈粥色的衣服 真的好古怪 你别急 一件一件的说 我真的不知道此刻要说什么了 我脑袋里一片混乱 你得容我想想 这一本事就谈离了 我 我 你来说我 译